这上面随时可能会落石头 这里面去黑 大家好 我现在来到了山东省区富市 这里是孔子的故乡 我身后这座山就是九龙山 也称它为陵山 这里埋葬着中国最大的 规门最大的汉代牙墓群 是汉鲁王墓 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大家看这个山上有这个窝口 这个窝口下面就是汉鲁王墓 这座九龙山包括周围一共有14个墓 其中九龙山上是五座墓 五座墓1970年开发了四座 自西巷东排列分别是M1 M2 M3 M4 M5 虽然说这里的牧葬群被盗绝过多次 但是仍然出土过1900多件文物 其中这个三号墓出土过一件 银履玉衣的残片 而且墓门处的这个塞石 就是专门顶墓门的那个塞石 塞石处还刻有王陵广 四尺还有庆记等字样 从这些文字中就可以判断 这个三号墓就是刘庆记 他是汉井帝刘启的孙子 刘光的这个儿子 现在呢我切换一下镜头 咱们再看一下这个九龙山 来大家看一下这座九龙山 它属于这种石质的山体 山上都是石灰岩 与武则天的乾陵 还有李世民的九龙山昭陵 山体非常的相似 而且呀 这些汉墓群啊 都是坐北朝南的 能在山上挖出这么大一个窝口来 这工程量可不小啊 可以注意到中间呢 还有一个台阶 是通往墓室的 旁边还有墓道 通往阶梯的这道门呢 在这儿 这道门在这儿 现在呢我就从这道门进去 带大家上去看看 在进入这道门之前呢 可以看到旁边还有一个石碑 写着汉鲁王墓 现在呢我就从这道门进去 九龙山汉代牙墓群 现在进去 这个台阶呢不是很陡 长度应该在200米左右 这条路啊就是上山的路 终于上来了 这一道小门 从这个小门穿过去 我们呢先看M5 在这边 来大家看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洞啊 就是M5 目前呢只有 2和5是 没有被铁瓷网拦住 现在往上看一下 两边的这个石壁啊 都有裂缝 看这儿 这儿还有 还有一堆马蜂窝啊 不行我要远离它 我真没想到这儿还有马蜂窝 说明什么呀 说明这个石头啊松动 所以啊 一定要小心 我 我的大气都不敢喘 我害怕我的声波 把石头震下来了 看 这儿有一块落石 这两边啊 是耳式 现在进去 看一下M5 看见了吗 这里啊 就是30口用来顶幕门的 看上面 2000年的这个凿痕呢 还可以看见 一定 来到这里一定时间不要过长 因为这上面啊 随时可能会落石头 这里面去黑啊 看 这是个什么东西 哇 还有这边 这个空间好大 黑不隆隆的 我现在呢 感觉 哦 这下面还有水 很潮 大家看 这就是墓室啊 看一下上面 小心掉石头 哇塞 这还有一个小石 对面是对称的 看这有一块大石头 我觉得上面 可能会落石啊 不行了 赶快出去 赶快出去 赶快出去啊 原来这个M5是这样的 看这个大石 这个石头碎扎呀 还可以看到 我还是第一次 探这种崖木啊 进去之后 惊心动魄的 总担心啊 旁边的石头会掉落 现在呢 再回头看一眼 我切换一下广角 上面好高啊 我估计得有二三十米 赶快出去 赶快出去 进去之后呢 我觉得 整个人呢 都变得非常的紧张 神经紧绷 在夏季中啊 我将前往墓群中 最大的那个墓 都变得更好 我将前往墓群中